那吃大喝开心聚餐 吃进美食同时 却也增加三高风险 加一科医师提醒 优质蛋白质软磷子 与Omega 3 都是人体重要所需 Omega 3跟软磷子 就有点像是血管的清道夫 调控我们的胆固醇 血压其实都是有一些帮忙的 优质蛋白质 英国的医学期刊 统合性分析 发现说蛋白质来源 可以多提升大概3%的话呢 整体的死亡率 可以降低到5% 那也强调 我们的蛋白质的来源 最好是来自于植物的蛋白 这些成分存在于 大豆 鸡蛋和鱼类等食物当中 不过补充时要小心 连带摄取的脂肪或污染 想透过保健品补给 挑选上也要注意 选择优质蛋白质 评分PDCAAS 大概1左右的话 其他代表它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 那软磷子呢 挑所谓的大豆软磷子 我们选择鱼油的时候 要记得看EPA跟DHA的含量 到底是多少 还是要选择一些 具有一些国际心域的一些大厂 就是营养摄取 胜选补给品质 才能真正帮助身体减轻负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